尽量不要去做高难度的细节操作的动作 去打比较整体性的一样可以打 是 主要是看一个整个 哎呦 弗莱塔一枪 这边直接把Birdwin打掉 而且这个位置好像暂时没有办法拉 刚刚说完 瞬间打掉两个 是的 Birdwin这边的状态也是一个沉迷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在比赛场上实现过 这枪拉着 所以现在双方其实光是这个首发阵容 技能能量管控是双方 他最 这是这个位置 埋伏的位置是被发现了 然后直接做了一波激活 这还强拉吗 这个是直接补上伤害 这感觉 Jester今天是喝了假酒还是怎样 最后一波了 直接硬跳 但对手有一个圣在手里面直接交了 圣里面粘重了对手 可惜没有打掉 但Munchkin阵亡 拉起来六人反打 Zoomant西架在小房间里面被直接击毙 这波非常有机会 Birdwin勝结束 保住 Profit有点危险 是Gido配合Munchkin两人打掉 但Gido的位置跟双腹位置很尴尬 有机会拉应该 双腹在外面 这个时候双腹是没有办法 对队友急功才都帮助的 Gambole回到点内 枪空的有点厉害 是 而且这边正面是对手一个 Zoomant的机甲过来 会挡住你的大部分伤害 踩下点 没有核爆 点仍然没有踩到两格 拔刀 Flight 这波刀很有机会 但是直接被击火掉了 被晕了 闪光台已经水底好了 而且这边Gambole是野阵亡 绿阶红开大招 直接被瞬间秒杀 这一波很有机会把点站下来 这边是斜照鼓来想要找到对面的叉耳塔 吸引起给的很不错 但是伤害没有给够 这毕竟不是放狗针啊 这样飞起来 就只能靠双坛的 DPS去打 对啊 连猎空都跟不到伤害的 那这样的话这一波是直接被打下来 其实我觉得打的是很有想象力 这点试探贴到死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抗衡的 乃不回来啊 是拉起来 但是这边小迪吧又是直接阵亡 核爆没有 诶 这边炸掉了一个 不是地域的狂鼠 再拔刀开刀找到双辅助 比多C能不能求活 三刀带刀 三刀开了女武神 而且弗莱塔吃到了非常关键的奶量 点上已经一格 我觉得应该能站下来吧 还没有站到 Gesture手里是没有原始暴露的 是 所以自己不敢做太多的久留 这边点马上站到一格了 没有问题 那么第二格伯利的位置又被找到 这个狂鼠在续点的时候 可能不是特别的安全 狂鼠要盯着替打 留选手的血量来到了一半 跳回来 Zumba重新回点 也血量也掉到一半 Gedo的圣有了 把Zumba的血线救了起来 非常关键的一个救助 弗莱塔也是回到圣里面 双方的圣互相交换 但点一块到两格 Jesture被接住了 接下来最重要的技能就是两个炸弹 Zumba的迈双炸弹 和Bershwin的炸弹轮胎 这个墙角还好没有炸到 第一个门铃了 Bershwin的轮胎 没拉出来就死了 是 轮胎跟本体同时任亡 天使在拉人的时候也是掉 就是这个小机甲 小地板没有上机甲 Jesture原始暴怒 应该也会很快的被打掉 这边直接顺秒 看一下 1分40秒 对黑板盒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是 这边选择给坦位一些压力 找到就是裂空 Bershwin是直接被跳掉了 那这样的话 如果旅游红能够把自己血线保住 一枪打掉了Profit 这个Profit这个位置是肯定没有办法去拉的 Gedo阵亡 Jesture Gedo只要能被拉起来 这波一定有了 是 而且Jesture这个位置 也自己阵亡没了 应该没的 这边我们看到旅游红的血线也是保住 肯定打下来 因为双斧在场就肯定打下来 单斧还不一定 Jesture在场上也是很无力这个时候 Jesture的大招也是开出 这边Flight这把刀是只能暂时先不开 但Jesture的血线也很低 双方温室的血线都太低了 似乎一直想留这把刀 是 还是想逼胜 找到麦克雷 弹了一下 但是没有弹到这个闪光弹 这样的话 这个点有点困难了 这样一直没有逼出来胜的话 渐渐的 因为原式的伤害量 其实确实有点不足 跟麦克雷比 这边带掉了Burling 但是整体上来说 还活着 有机会 正面看队友能不能给到 及时的一些帮助 这边被围堵的话 应该很难了 血包也是没有 还是有机会 还活着吗 这边Burling 又来了 扑向对手的一个Burling的麦克雷 但是对手也开胜 胜里面的身手 这么多人 开个枪 来来来 松霸的机甲也是已经 耗近了局 这种坦还离自己的大招 还有一点点远 没关系 血线掉的也很快 我们还有复活点禁 这个优势 你看这个罩子 有没有保到机甲 机甲直接爆掉了 没有晕到 那炸话没办 这一把 是这一把 应该是基本上 能够把输出打得最大化 这个核爆 就核爆炸死两人的拐角 而且车已经到点了 我看一下刚才的一个情况 是后面这边是被 直接高空一个核爆 Monkey这边是 这怎么可以炸死的 我常常在血线护号 车时代缓慢 这个位置 要交胜 这个位置应该交胜成强打 但是 就是凶 凶你 但是后面 哇 弗莱塔是被逼在死角 麦成炸弹炸死 而且天使也是在跟进去的过程中 被带掉 自己则是毫无收获 你看 他的输出 就视野范围其实很狭窄 对 哇 这枪还没有蓄力完整 否则的话 弗莱塔这边已经成为枪下亡魂了 正面 凶你 没有救到 哦 还有有核爆 而且 松板的凶下也是爆掉了 卖虫炸弹 命中 Fury再次爆甲 而且 Purfit 已经被带掉 最大的一个后排隐患被拆除 莱塔在这种狭小的空间里 还是有所发挥啊 是 但是对面发挥也很好 Munchkin 收到残血的Jester 这边能不能收到Docin 哇 Docin其实真的通过能力很强 而且Burlin其实打了很多人头啊 但是感觉还是没有办法挽回大局 没办法 这一 面临着Luba的钩子和麦克雷的闪光弹 两个强控 第三 其实哪怕没有控制的情况下 麦克雷牵着蓝线一枪投胎也要死 麦克雷被位置找到了 但是自己的机甲 换到三个人助攻 刘绝红把机甲收掉了 喂 但是 这一个弹是直接两个弹为阵亡 只有总版一个人在场上 这应该说首尔这边侦察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没有看到偷顶的法老之音 那这样的话 这个机甲也是没有办法撑 直接爆掉 一个躲在悬崖线上的一个法老之音 偷偷绕过来 低空 飞起来直接被狗 但是 自己是被弹下去的 而Huric反而没有死 这边甘本了想去收这个法老之音 也是没有成功 哇 这样的话很亏 我觉得尊把这边稍微打得有点无所适存啊 就是三坦的话两个坦 哇 呦 侧面婆威斯直接被抓到一枪 这样的话没机会复活 这个位置很尴尬 黑百合的效果还是有 是 现在在找对面的法老之音 还没有看到 还没有看到 Huric仍然带着自己的这个火箭弹幕没有放 他在地面线 有点飞不起来 要找黑百合 想下黑百合 黑百合直接掉了 但自己被Gito精确知道他也带掉了 那这样的话 点上 但这次大招拍下去 就是MouchKid 拍下去了 是 而且没忘了 拉伯 电内开胜踩点 把弗莱特拉起来 双方都是99 这拳 垂 哎呀 这个垂不动啊 兄弟 哎 自己自己阵亡了 不过也换的对手不错的血线 我们把这边核爆交到点内 弗莱特拘掉了对手天使 双长枪在手 现在 哇 一枪 又是一枪 机甲也爆Fury RX1死没有点掉这个小D吧 好像 可惜 不过我们看到双长枪在手 这个 这两把长枪真的是有点恐怖 视野是非常危险的 选择不出去吗 哎 卖中炸弹 反而是双辅助 对面双辅助先死了 弗莱特反其道而行之 直接正面一枪 带走了Huric 这 黑百合对位完全被打爆了 这边 废墟成为了Huric的一个噩梦啊 这个确实打不过 那这样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多机会 这边弗莱特近身又收掉Profit 解决一下光鼠 这个 这个核爆的位置有点好 有点微妙 还好这边只是炸破了盾 这个 这个 刘建宏的这个大招没有配合上盾 有点夸张 这个核爆也很微妙 是啊 还吸了一下 还是没炸到 比特兴双杀 是 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好的干扰了对手的阵型 那这样的话A点还是告破 这居然还打过去了 哇 这边是直接先打掉了黄鼠 黄鼠队友收掉这个被勾到盾外的 这时候这边两个主坦在地面上 哎 那侧面被找到了Profit 女武神直接已经开了伦敦 哎 两个黑白河险中 哇 这 Puric要先做避让了 再开一个透视 勾到小房间里面躲一下荷爆 但是 吸得好 哇 这个吸加荷爆直接炸死了三个坦克 是的 这个打的伤害 这个荷爆如果按伤害量算的话 应该是非常可观的 非常灵性 那这样的话这一波 有 虽然说NAS被炸死 但是 应该问题不会特别的大 我觉得问题可能还 还是要续 我们看到奥迪莎已经到车边了 强行续 你看后卖的人完全没到位 哇 这边是奥迪莎直接带着大刀阵亡 ZOMA也没有核爆 这个时候人才到 刚刚到 所以说从距离一下来讲 再放一个轮胎 轮胎直接被枪打掉 那这样的话这一波很亏了 不过逼出来对手的 哎 哎 WICKED突然打了一波三杀 女武神开 打超东西打掉了 但是机甲悬量也很薄 Fury没有核爆的现在 随着WICKED的阵亡 他对面的输出可能会不太够 我们看见 6G红里面反场能够拖多久 现在要做的就尽量多的拖时间 机甲悬轰的一个大招 怎么去放 准备高点动手吗 来 直接被WICKED先来跳 自己的辅助限于危险 要注意车 而且77滴血 哎 车 车 有人在碰 有有有有 哇 那但是 GID突已经带掉了Gestu 而且自己 呃 感觉这波应该不用去等 哎 有胜 很关键 很及时 把刀直接砍掉 GID突是直接带胜阵亡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车有可能来不及 续最后这个点位啊 哇 这一波带胜阵 我们看到双辅助 都是带大阵亡的 哎 这边盲齿是在侧线投降 但是正面被找到了 有危险 而且自己还被炸成残血 哇 哦 侧面突了上来 正面盲齿是个幌子 这个核爆 投到了门口 哇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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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 这个小房间里面 所有技能一同互丢 原点的黑板盒 已经属于一个 无人看管的状态 原始这个时候 想去找也是蛮难的 中了毒 有视野 本来就有视野 啊 辉瑞的机甲一枪很残 有胜 但这个胜期间 能使他多少的效果 就不知道了 哎 吸起来 有没有什么配合 没有 因为弹了一枪 但是 这时候就只能依靠弹 去干扰这个黑板盒了吗 正面伤害给的还可以 核爆 在小房间里面 找到对手的黑板盒 近身 一枪 配合低吧 能不能打掉 差一枪 堵掉 但自己正面有点 失不住 正面死了两个 这波要回整 这波应该要回整了 来到了最后 终点前的这波攻防 杰斯换成了 温斯顿 尔胡瑞克 枪成了迈克雷 50秒的时间 必须要推到终点 不然这张地图 就会失利 但是这边我们看到 直接刷出了一把刀 那这把刀 漂亮啊 这一波是肯定没了 速死了 哇 直接刷掉四个 这 选择跟对手 想要接近对手 低推的我觉得 他的思路是清楚的 想要直接贴近脸上 在查打的位置 有点糟糕 Dosin Dosin直接被抓到了 Dosin跟队伍是有点出现了一点点分歧 撤退的方向 被地推找到了 是 地推就想到我拉近跟你的距离 然后跟你正面直接硬钢 不过目前地推这边的伤害核心 弗莱塔是倒地了 对手拉了起来 点是踩下来 但是 人数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劣势 地推现在少人的 一定要报警 对 这边猫是可以努力把自己的 脱臂的位置 脱臂兄弟 哇 这个位置有点不应该 这样逼出来自己要放一个 这个关键型的辅助大招 总把打掉Dosin还有机会 高能的扎莉亚 刀已经有了 但是高能扎莉亚也阵亡 能不能撞到 又差一点点可惜 但是撞死了个天使 而且莫伊拉还在 这样的话 我看到Profit是被这个大锤 逼得连连后退 我不确定 因为Mushkin不像尊吧 他不是一个专精扎莉亚的玩家 我不确定他这个方面掌握的如何 Profit手上的刀 仍然还按在刀鞘里面 看一笑 什么时候去拔出来 直接交了救贺光束 这波强打 但是放狗肯定会选得先躲避 这个强控 找不到机会放 胜已经顶了 胜顶了 但众里朋友也消了 这个底下的核爆 有点要命啊 直接把机甲抓爆 还行 还行 是 但是点也被对面拖到了99% 接下来的话 双尔王上需要一只手要点 柳轩收 绕往后面 碾吗 哎 被推了一下 还是粘到了 哇 弗莱塔这个阵王 踢到直接敲了 哎 但是 把刀员被撞死了 但是拉的距离有点远 点内已经被伦敦踩了回来 而且Jester有一个原始暴怒 这边 可能有点难了 双尔现在没有任何的大招 这个真的是因为大招太多了 实在没办法 双方的阵容是一个黑影双短枪 打到麦克雷黑影体系 是 哎呦 这边Gido上来抽死了Jester 而且按理说啊 就是 杀尔王他对这边用了一个卢西奥 在这个点上伤害会小一点 对 但是自己主坛也阵亡了 在盲城一波三杀 点位 有没有人能踩点 卢西奥 脱臂正在努力做保护 和Gido相依为命 就盲城已经被带掉了 现在唯一输出Gido 哦好吧还有一个黑影 这边还黑影反正中打掉了Jester 而且Gido攒住了圣选的交胜 那这一波圣其实 应该还是要交 看一下他刚才应该也是担心自己的存活 是等队友反场 哎哎哎哎 黑掉了Horrig 非常好 这样的话直接跳Horrig 这个点是没有办法交信标的 但是没有打掉 但等圣结束 黑影还活着 但是要不要交这个 对要不要交 好 诶 才弄的加弱 开弄直接打掉了对手的天使 反手Horrig这边也交了 是 但是 黑了个啥 这边DOSING是直接被稳定的 跟强跟掉 哇 本来他这个好 真的是不慌啊 我觉得面对这个DOSING 好像是看黑了一个坦克吧 大概 这边Jester是直接被破盾 但是有原始暴怒 直接拍死 这边直接会拍 但是想到拍死 我们看到Jester的大招 还是一如今往的很稳定 哇 三个 又是一掌拍死的Tobi 再来一个有没有 诶 这边自己被黑 ZOM版的荷包要不要交呢 应该是不交了 不交了 不交了 如果不能够躲开对手的电磁脉双 我们Tobi直接躲在后面 Horrig怎么就显形了 诶 直接先放 Tobi的阴障在哪里 放了 非常漂亮 救到所有人 虽然机甲暴怒 但小迪暴怒活了下来 还是被打掉 能不能这个时候打出一些伤害 Jester又来气候排了 但对手也有原始暴怒 看下双方的效率 Munchkin的神射手 感觉没有什么空间开 呀 哇 这样的话应该很难了 这边随着 这个Gito的阵亡 场上只有一个Munchkin的话 这边应该是没太有什么机会 好吧 那我们应该是可以 恭喜这边的伦敦朋友战斗机队 最后还是稳住了局势 以3比2的比分 战胜了首尔王朝队